其实脸部皮肤的治疗最难的大概是过敏 因为过敏有的人根本不承认 他一定要等到很严重的症状 会红、会肿、会热、会痒 他才说过敏 其实哪个人不过敏 不过敏怎么会老呢 皮肤老化其实是过敏 黑斑色素异常也就是过敏 过敏叫做幸福门不完美 叫兜兜 所以过敏多少都有 过敏料叫做HV3V0 或者是V5或者是V7 P7 我们诊所过敏料一大堆 但是过敏的药它最好的方法 就是一定要慢慢的降 而且常常要有 换季熬夜睡不好就要吃一点 比如说很多人洗头吃东西 月经前后 都会过敏 那偶尔就要吃一点 你把过敏的药想成是预防老化的药就对了 那过敏要把它想成预防色素的药就对了 那幸福门的治疗 反而感觉好像很深 我幸福门好恐怖 其实幸福门的治疗其实是 是比较简单的 时间到就好了 那停药有技巧 要在三个条件的时候停药 第一个就是说 你发现你很久才洗一次头 两三天洗一次头 你的皮肤现在状况挺好的 那季节在越来越好的时候 就适合停药 你很多药都不太需要吃了 只吃一颗棍米药 那很多人家乃不用吃 S月也不用吃 那就可以准备停调情片 那调情片其实是一个安全的药 它就是你不能怀孕的时候不要吃了 你不能怀孕的 像50岁了就不要吃 要不然其实它都会安全 那这种药的剂量很低 所以它最感觉最不舒服 就是月经量很少 那它跟一般的必要不能比 然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那如果真的 真的真的停不掉调情片 那就是上帝要你去找个男人怀孕 因为调情片的真正意志就是假孕 那调情片不是在补充女性的门 你们不要误会 那还是在降低卵巢 常常在男性的门 因为补充女性的门 月经会很多 那我们的调情片是一个低剂量 他的意思不是补充女性的门 这要记得